每年一度的香港小姐选美都为TVB输送了大量的后备军 虽然今年的港官雷庄儿被封为猪扒港姐 但并不能否认李嘉欣、郭矮明、张曼玉等一些女星的光芒 尤其是2015年的港姐郭嘉文更是一名惊人的与李泽凯开始开脱 并且颇设恩宠 使得很多女生都十分热心的参选 不过凡事都有例外 即使当选选美冠军也并不一定可以过上好日子 其中国县尼贪小环就是最佳说明 作为1999年香港小姐的冠军 2000年国际华裔小姐冠军的双冠王 郭县尼从一出道就自带光环 容貌学历更是媲美李嘉欣 被媒体称作真正美貌与智慧并重的香港小姐 所以卸任之后TVB即刻为以重任 让她和旋轩平起平坐开拍巡情计 这样的待遇真的和初入行时的袁永依差不多 当时TVB为了力捧他上位 还制造了一单郭县尼与古天乐的大绯闻 这也是以绯闻绝缘体存在娱乐圈中的古天乐鲜少的八卦 谁知郭县尼脚婆发电机的形象家喻户晓 2003年因为拍摄《地女花》 郭县尼与马俊伟传出绯闻 但当记者询问两人的时候却发声罗生门 马俊伟那方默认了 但郭县尼史却没有承认这段恋情 所以两人由此反目直到2006年才冰释前前 然而2003年对于郭县尼注定是不太平的一年 一部牛郎之女又让他与温兆伦的爱恋弄得满城风雨 当时的温兆因为索要分手费 把已经分手的女友告上法院 被外界一致认为是张男中的战斗机 因为曾丽珍的关照 才能够回朝拍了两部小制作电视 谁知道看不上马俊伟的郭女王 居然选了这样的男人 最终因为温兆欠下高利贷 被追债追上郭女王家 吓坏了阿玛尔结束 原本以为遇到张男后的郭县尼会变聪明 谁知2007年拍摄《血景出更知识》 郭女王又昏头昏腦的更有富之夫淘大于好上了 一下子郭县尼的事业从天堂跌落地狱 虽然陶大于随后与老婆离婚 但是两人的关系也没有维持很久 2009年陶大于宣传掌上明珠时 被问到外界有传郭县尼被誉为电视城四大豪放女时 语出惊人的表示肯定 可见分手后两人的关系多要恶劣 有了这些不光彩的过去 2011年郭县尼开始北上绝经 并认识了现在做五指师傅的老公朱少杰 现在两人生活得十分低调 而且还有一个聪明美貌的女儿 也算是修成正果 虽然传媒时常引到郭女王一家外出节俭用餐 穿着朴素的新闻 但小编想说平平淡淡才是真 现在的状态也许就是郭县尼最舒服的姿态